大家好,我又回來了 那我想講一下,那我目前就是 有在陸峰那邊有在教量酒的教學 那量酒這個東西 國外這邊有一句話 教一個男人,給一個男人喝啤酒 只會花上他幾個小時 那假如你就教他量酒的話 那你會花上他一輩子的時間 我說這是真的,這是一個大部分 我自己欠這個 那包括我認識的朋友在那也是蠻多 就是一踏入量酒這個世界 因為量酒這個東西他的 在台灣的話 目前我們量啤酒的話 他是自己量酒他只能夠 分享自己喝或分享 那我們不能量超過一百公升 量超過一百公升以上政府還是好 就已經知道吃量酒了 所以一百公升以下都是ok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在自量 這一塊市場裡面的話 大家都是在分享彼此之間的啤酒 所以這是在自量界裡面 蠻有趣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跟人家去分享 那分享以後你們可以知道說 對方做的這啤酒是好是壞 那他有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大家可以彼此去討論出來 所以可以大家這樣互相的討論底下 大家可以互相一直持續持續的在進步 那這是量酒 他是個好玩的地方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是 在什麼地方 超商 那曾經啊 在我在澳洲之前的時候 我在台灣喝啤酒 我就覺得說 欸台灣就是啤酒 就是這樣子而已 啤酒在我的世界裡面 可能就是這樣反圖而已 那直到說我到了澳洲以後 開始去接觸到手工藝的啤酒 那欸 可以來賺啤酒 那各位可以喝一下 這一間是 Little Creatures 小天使 那這就是我當初我在西澳佛斯的時候 剛好就住在這一間球場的隔壁 那前一段時間 小天使駕的時候 家樂福有特別從那個澳洲那邊進了一個貨櫃的啤酒 包括小天使在內 那我想跟各位就是分享一下 就是小天使啤酒的部分 那等一下也會有 就是我去 就是去想辦法做出小天使通胃的啤酒的啤酒的啤酒 等一下各位也可以再喝一喝看看 那這是那個小天使酒廠的畫面 他們那邊的話 好處就是他們這個 酒廠跟那個餐廳 其實是結合在一起的 那很可惜這個在台灣這個地方 是沒辦法目前的法令價是沒辦法發生的 因為目前台灣的法令目前規定 這個啤酒廠必須要設在工業區裡面 必須設在工業區裡面 所以 當你的餐廳假如說到工業區的時候 會變得很格格不入 因為工業區通常就是 空氣稍微偏差一些 那水質的部分也是偏差了一些 那可是政府因為就是法令的關係 他就是規定我們的啤酒廠 就是設在工業區裡 那所以其實台灣的啤酒是 台灣在啤酒這個產業是蠻可惜的 包括說 像我們在進口啤酒的時候 並不會有酒碎這個問題 進口啤酒不會有被抽酒碎 那可是我們台灣 自己的酒廠 要在台灣賣酒 會被抽一通成26塊 那你出口這個稅又不會有 26塊這個稅又不會有 所以進出口基本上不會有問題 等你在台灣想要賣自己 台灣在地上造啤酒 這方面是比較受到限制住的 OK 好 那這是當初就是 在小電子球場就是一些工作人員 他們在這裡面 我們平常就是也是 就是因為我們就在附近 所以也是常常會過去 就是跟他們討論 就是跟量學有關的事情 在澳洲開始 量酒就是這樣開始的 OK 好 那所以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我創了這個業 我最主要就是 讓大家能夠 體會到 量酒的樂趣 以及精釀啤酒 這個東西 那像最近這個 歌影台中的質量比酒文化 那最近我也是在嘗試的 就是用 像我現在鑄鐵的基地 是在霧峰 那霧峰 最有名的農產品是什麼 各位知不知道 香菇 香菇 我剛剛以為我 香米答對了 對不對 我剛剛想說 是不是我聽錯了 香菇 香菇 香菇是那個什麼 青色那邊 對 香米 霧峰也是 那 那個香米 香米的話 它帶有一些 芋頭的香氣 那我希望能夠 把量造成 這個芋頭 香米的香氣 也能夠融合在我 量造出來的啤酒 所以未來各位 好不好可以看到 阿兆霧啤酒的名牌 好不好會看到 預計 預計 下半年內 已經還會了定 那 我必須說 我們對啤酒的了解 我們大多數的人 對啤酒的了解 是相當的少的 像我們一般在超商 我們喝到的啤酒 其實它只屬於 大概只有兩類 或三類的啤酒 可以喝到而已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圖 這個是啤酒的元素表 我們可以從這個 1開始 到65 那這個孩子 是一半而已 總共全部種類 是146種 今天我們 看到的朝日 阿薩依阿 或是台灣金牌 這個東西 台灣都會屬於 在這個 American Standard 這個東西 它這個類型 它這個類型的話 它重點就是 它會放肥料 它除了麥芽以外 它會去放肥料進去 像說是 玉米 或者是米 這類的東西 加這些東西進去 就會被歸類成 American Standard 像台灣啤酒的話 它最著名的就是 它放的什麼東西 各位有沒有 常常有沒有看啤酒 然後翻過來看一下 是咱 它裡面的原料有什麼東西 啤酒花 啤酒花 還有個特色 台灣才有個特色的東西 甘蔗 甘蔗 好像那個東西的意思 噢 噴乃米 我們台灣的啤酒 特別放了一個 叫噴乃米 它跟日本的米又不一樣 噴乃米會帶有一種 特殊的清新的香味 那這在台灣當初 是因為是 蔣經國時代 那時候就是看到 噴乃米獲勝 那時候的 台灣啤酒 還是國庫的東西 所以就 國庫從國庫 口袋進口袋 這樣子 蔣經國就叫他們把 噴乃米處理掉 而且處理的過程 還算蠻順利 所以後來就一直 連續下去 所以台灣啤酒 其實最早期的時候 它其實是屬於這個 German Pierce 俄系的啤酒 那後來經過了 噴乃米 加上了噴乃米之後 就給它吃掉這個 那是這個東西 那 噴乃米這個味道 在國外 在外國 其實就比較沒有 那麼受到歡迎 在外國人的口味 他們覺得噴乃米的味道 奇怪 所以像說你今天在美國也好 在澳洲也好 喝不到 不太容易喝得到 台灣啤酒這個東西 那是因為台灣啤酒在 並不是說台灣啤酒 沒有去推動國際市場 而是這個風味 並不受到國際上歡迎 就這樣子 那像超商一般 還可以喝到的 像是Dry Start 像那個建立式啤酒 建立式啤酒 就是屬於這個Dry Start 這個東西 那你們可以看到 這邊還有 你頭髮苦 像說台灣啤酒 或者是龍泉啤酒 他們都有做那個什麼 各式不同的水果啤酒 他們也只能夠 揮類在這一個 第15號 Fruit Beer 這裡面而已 那你們看到像這一列 它其實都是屬於酸啤酒 像這個Lambic Lambic 這個東西就是屬於 比利時特有的啤酒 它是用比利時特有的野生效能 那個野生效能 他們那邊就是 它那個其實啤酒廠 它就是酒 長久它都沒有去做鬼秀 它屋頂破掉 它也不會去破 它就是要讓野生效能 能夠存在他們的啤酒廠裡面 那他們把啤酒做完 就是麥汁做完以後 他們就把啤酒 把麥汁放在屋頂上 那晚上的時候 野生效能就是這樣 會去吃它 那它會產生出一些 就是特殊的酸味 有點像是啤盒 胡蘭這種酸味出來 那可是微量的底下 在微量的情況底下 這個味 我們內的味覺 其實會臭味這個東西 像我們紋皮球 我們把啤盒拿出來 我們紋進我們會覺得是臭味 可是當我們是微量的香味 微量的味道的時候 我們反而會覺得這個是香味 這是蠻特別的東西 那像說GOOS這個 就是Lambic 放了一年的Lambic 跟兩年的Lambic 混了起來 就會叫GOOS 那加入了水果以後的Lambic 就會叫Phollow 那Front Beer 剛剛有講過了 那Flanders Raid 這個就是屬於 比利時南部 它那邊有一個 叫法蘭格斯地區 那他們那邊生產的啤酒 他們會去把 他們生產的啤酒 是新酒去做我們的 就會變成一個法蘭格斯這種啤酒 那今天時間上當然是不夠講這麼多東西 那可是我想要告訴大家就是 其實大家對啤酒的了解 其實是非常的少 啤酒這個東西其實比紅酒還要還得複雜 種類非常之多 那希望各位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來嘗試看看幾量啤酒這樣的東西 OK好 那還有那個我自己的最量的啤酒 我也想要 幫你今天那個分享 太好了 這時間到晚了 對那我就今天我演講到這邊 那各位就歡迎我請來那啤酒 謝謝 謝謝